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叔山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游戏空间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合金弹头XX XX 那么这一代呢 是由合金七代的重置而来 在这一代当中呢 增加了一个新角色 那就是拳皇里面的Dianna 可以说拳皇里面 怒队里面的成员 除了哈迪伦 没登场以外 其他的三名成员全部登场 合金XX这一代呢 的剧情跟合金七代是一模一样的 游戏的画面 整个的流程 跟七代都差不多 只是在游戏性上 做得更加的合理 修复了一些bug 以及一些游戏的路线等等 总体玩起来呢 跟合金七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只有合金XX有利安的 七代是没有的 那么游戏的剧情呢 也紧跟六代 在六代过程当中 我们击败了金星人 那么金星人被击败之后 这个叛军又开始翘头了 这一代我们会看到很多科技感 十足的东西 什么虫子啦 外星人啦 等等啊 是看不到了的 这一代主要就是科技的 那么既然选择了利安娜这个角色 那么一定要说说利安娜这个角色的特色 这个角色可以说是 在游戏里面算是一个充值型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近身伤害非常高 那么细心的朋友肯定在第一关 看到了他击杀boss的这个状态啊 一阶段手刀不超过1.5秒 boss的一阶段就崩盘了 二阶段两发喷子带走 那么在第二关呢 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一下 这个利安娜的威力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是能够近战够到的距离 利安娜都是绝对的王者 他的这一招 手刀啊 就是他的养父 哈迪伦 教他的 哈迪伦也算是收养了利安娜 所以他把他的必杀技 也交给了利安娜 哈迪伦就是拳皇里面 在9495里面的那个 独眼龙 然后9697 他把他的 位置留给了利安娜 直到酒吧 才出现 那么今天为我们带来 表演的玩家依然是咱们国内核心弹头大神啊 二八大神 那么之前给大家说核心弹头二八大神得过亚军啊 那一届比赛真是全国性的 当年有这个核心弹头的骨灰旗的老玩家啊 叶杰等一系列的高手参加啊 二八大神是利拔山西气概式 重压巡凶拿到了第二名啊 是真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